接著要看到的是這個狼人綜合症 又成為先天性遺傳多毛症 在臉上會有毛髮異常的生長 現在可以看到畫面當中 這一位是馬來西亞一名兩歲的小女孩 一出生的時候就患有了這個疾病 甚至她的五官都看不到了 由於家中沒有辦法負擔高額的醫療費用 消息曝光之後引發當地的民眾關注 對此馬來西亞現任元首夫婦 出面領養了這一名女童 並且承諾會支付她的躁鬱及所需的醫療費用